年紀三十五啊 先先說 以你的長相中的辦法追她這麼多 聊天的過程你要帶一點愛美感 生愛美感你要把過分加在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讓她有點想像 例如說 欸 如果 欸 你今天可以接的是怎麼樣 好 第一個聊 那你就兩個一跳說 我如果假設是我 我不會是這樣 哦 假設是我 我可能會怎麼做 但我不會說 我如果是會男人 我也不會 我們就是會有一個假設性 讓我有一種想像的空間 一直把我放到那個位置讓我想 對 我們是可能 欸 我跟你結局 我讓人家對他對你是有想像空間 更強 OK 想說分享的故事啊 然後來警戒一下 打眾希望不要再遇到像我這樣的人 對 看透你 你來自己解答你自己 我是威 我是威 還有一個我建議的 但是這個是渣男招數 嗯 當你今天真的把女生帶回去 嗯 你嘗試不要發生關係 我跟你說女生保證中 你每抽這樣 如果今天是 我想要再觀察 一段時間的 或我特別喜歡的 我會忍住 那你蠻厲害的啊 你也忍得住 就是變成 所謂純暴稅 哦 然後通常 他隔天 沒什麼意外的話 他會 而且我跟你訓練 那個平凡度會很高 那 高暴稅呢 你已經 你已經要調整到那種 已經要發生了 你會跟他講 我覺得我們還沒有準備好 先不要 我們睡覺吧 對 你要去展現出 我們是身世 你知道那種 女孩子他會感覺到 他其實跟你在一起 是很安全 也不是一個很隨便的 如果一般的男生 他忍不住啊 一定是鋪上去的 這個 所以我跟你講 他男生之所以今天長男年 他就是 我們有辦法 控制自己在情感和慾望 這是關鍵 對 雖然我這樣講 不一定有說服力啊 但是我只能說 我覺得還滿要 說服力了 我覺得 對 在某些部分 這個的部分 是一個很強的招 那不管今天是對女孩子 或對前任務 我覺得都是一樣的 你長男年 在女生的視角裡 男人就是 靠下面在思考的 可是 當他發現 你是可以控制住你下面人 他會對你 產生一個 極大的好感 會瞬間的產生 真的我跟你講 我曾經之前在國外 跟我朋友一起 那 我朋友 他後來他就跟他男朋友出去 然後他的朋友 就是我朋友的朋友 就帶我一起去吃宵夜 是男生 然後我那個朋友酒駕 這樣然後被那個 馬來西亞的警察抓到 反正馬來西亞當地的 自然沒有那麼好 就是可能警察會收賄啊 他就放他走 就是給他錢 他就不能開車 就變成說 那天晚上我們回不去 然後我又不敢一個人 在馬來西亞叫車子 因為他們說不安全 我一個女生 我就沒有回去 所以就變成 我要跟他一起進那個飯店 我莫名其妙 因為要跟那個男的一起進飯店 他就說我們早上就走 然後就一進到房間的時候 我就直接坐到那個椅子上 然後那個男的就說 你幹嘛那麼怕我 然後他就說 我不會對你怎樣 然後他就戒著酒衣 他就跟我說 其實我喜歡你很久 然後他就真的講出 就之前我們在台灣 見面的時候 他就說 哪一次我們去唱歌 大家一起的時候 你真的提早走 就是第一次見到你 我就對你一見鍾情 我早的時候 他衝下去捷運站追我 可是沒追到 你知道我怎麼辦 我相信 因為我想說他講那麼具體 然後那時候我還年紀很小 然後他都沒有要碰我 他這樣對我超好 然後後來我就對他好感度很好 然後他就問我 要不要隔幾天 然後帶我去新加坡玩 因為他是新加坡人 結果我就答應他囉 然後答應他之後 我就跟我的姊妹講 結果姊妹跟我說 白痴情千萬不要去 他還跟我講說那個人很爛 他其實之前有被那男的騙碎過 他沒有男的騙碎 然後我說 那你為什麼把他帶我們的朋友去 因為我對朋友的朋友 的戒心會降低很多 平時感覺是你朋友篩選過 然後他就說沒有啊 那時候他被騙啊 可是因為他覺得太丟臉 他就沒有想要跟我們講 然後我就沒有去 他真的是手法 就跟你講的一模一樣 他酒駕被抓是真的 我們不能再開了 因為那個警察就在那個門口 超小的那對面就一間飯店 還是是他誰的 我不知道 有可能都是這 大家可能知道說這一區有警察 然後酒駕 然後那種馬來西亞給錢就沒事 重點是 我就發現你剛剛跟我講一模一樣 他完全沒對我講 然後他還跟我講說什麼 他寫了一首歌 然後我第一次就是給女生聽 我想要給我喜歡的人聽 都給我聽 然後問我覺得好不好聽 然後我還很傻 然後我們就聽聽聽 然後可是呢 當下我覺得有一個細節很奇怪 就是他聽完 他沒有讓我把整首歌聽完 他就關掉 問我說你覺得這首歌怎麼樣 我就想說 如果你第一次給女生聽 你怎麼會不讓我聽完 然後我還很懷疑他 然後他就這樣用一個眼睛 這樣看著我 很清澈的眼睛 然後就用很裝那個眼睛 他就這樣看我 說我沒有在說謊 你看我的眼睛 眼睛是不會說謊的 你看 他就用一種很複複可憐的眼睛看我 我就很白癡 我就說哦 嗯 我對眼睛不會說謊 我超白癡 我那時候超白癡 我超白癡 跟你 一樣 就是不要睡他 一次不睡是為了睡很多次的準備 然後說分享個故事啊 然後來警戒一下 大眾希望不要再遇到像我這樣的人 對 看透你 你來自己解答你自己 如果今天可以再讓我遇到一個 我認定的那個人 我保證他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你確定 我確定啊 因為我曾經有遺憾 所以現在真的不完全成了 你也沒有在 重疊 呃 坦白講現在是有個對象 我已經約會 出去約會六七四 可是他沒發生關係 哦你真的變了耶 你想要真的認識他 對 他目前他也是才剛離婚 他可能在感情上 我不想要在這個時候 我知道他這個時候很寂寞 我其實要切入是很容易的 或者是 要帶回家很容易 但是我覺得 這個不是我要的 我會希望他是真心 不是因為寂寞 而是他也喜歡 哦 欸 你不錯哦 呂大哥 但你都喜歡找惡婚的嘛 因為你惡婚過 所以你們就會想要找一樣的惡婚 呃其實坦白講沒有一定耶 那惡婚只是說 他今天有沒有帶小孩 那小孩跟我之間有沒有緣分 這個我覺得是後面幾個因素 其實惡婚的人 他有過婚姻 他會更理解 他要的婚姻是什麼 再陸入婚姻的話 那彼此會比較更珍惜 但是小孩是一個 你們考慮的最大關鍵 那我眼裡喔 有結過婚的女孩子 跟完全沒有結過婚的女孩子 我反而會選擇有結過婚 沒有小孩的女孩子 我自己也聽過啊 就是 我也不想要這麼爛啊 但是自己知道爛的 可是吃去才懂得珍惜 就爛啊 你們找人 人性啦 人性可以理 沒錯 我自己後面也才知道 因為人性是這麼可怕一件事情 應該說每個人都自私 只是你可能自私的比較嚴重 但你現在也知道過去 然後改變 然後也來告訴大家一些 你以前的心態 然後你怎麼用交友軟體 追女生的一些小方法 就是一個有時候想罵女孩子的地方 是嗎 今天直男跟木頭 你們就不愛 就嫌得他們無聊 然後便便就是喜歡我們 就是那種 啊會逗你開心啊 但你知道你覺得有趣的 然後即便你覺得超級沒有安全感 你還是奮不顧身往裡面跳 因為你們聰明啊 你知道渣女也是一樣啊 他就是看著那個直男跟木頭 所以有點像我們 渣男遇到渣女 其實是有感覺的 我們是可以感覺得到 對方是不是玩卡 可是最有趣的是 我們不會互碰 你怎麼可以評斷處的 什麼依據 超女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會丟很多暗示啊 當他丟了一個球給你 你認為這是個暗號 你嘗試進攻 舉例他約你 說你要不要去吃個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故意說好 然後他跟你說 沒有我只是想要看你怎樣 就是因為突然說明 他就是在玩弄你的情緒的這種 你想要讓你起起伏伏的這種 我記憑很清楚 我知道這也是玩卡 他也很掌握得住男生的那個情緒 因為我們是激勵過的人 我們自己人比 這種人啊業務看 所以也不容易在騙 對 去掌握對方情緒而已 那挑隊其實我們跟這種 比較算也是在玩的女孩子的來講的話 就是其實都蠻人咬得來啦 聊到最後一遍說 彼此在分享彼此的戰績 對啊 有時候蠻用三彎的 就是會問他說 你現在是吃了幾個 蛤 對 反而是這塊 可是我們就不會碰面 然後這種 同行同行 對同行 對真的是這樣 好啦我真的要多看我影片看 真的是很多人說什麼 我教會的小孩白癡喔 你看新聞你也會去學仙人跳 你也去做假鈔 然後會怎樣 那這是他的本性 他不然看 中心的事情他還是會看 這樣 不過我還是奉勸到自己還是 盡可能的不要這麼自私 盡可能的如果你今天真的不小心受了傷了 請認真的控制自己的情緒 不要嘗試去報徒 那我想問一點我真的很好奇的 就是因為我有看到你的IG 有發以前就是以前年輕一手的照片 然後你還笑著幾錢 就說怎麼會 怎麼這麼有自信還什麼 我忘記了 就那個照片是 又是比你現在胖的兩倍嗎 就是肚子很 肉肉那個 曾經一百多公斤嗎 這可是 這樣子的男生不是通常有遇到 就是曾經可能胖過 或是比較不好看 就會比較容易被同才取笑 因為我先不管個性 就比較容易 所以相對對於女生好像會比較 不敢 可是你就是好像沒有這個自卑過的那種 心態 對 沒有欸我在以前沒有 我從來沒有 從來我一直說覺得自己是蠻有自信的 我完全會放得很瘦 我會覺得說 因為照常你要去瞭解女孩子 男生是一個很視覺的動物 男生就是看臉看奶看腿嘛 對不對 對 但是女孩子她 她不是 雖然外型固然她有她的加分 一定像加分 對 但是別忘了今天物性牽扯的法則 女孩子她要找的是一個 強者 所以她找的是一個可以照顧她一輩子的那個人 所以帥只是因素之一 她不是所有的條件 講難聽一點的 今天有一個人 然後彭宇院好了 今天彭宇院 結果彭宇院是一個 毫無 沒有收入的一個 認證 她是沒有任何 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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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自己賺的錢一半 跟自己賺的錢一半 都拿去給已經再婚的前女友 可是後面我是真的好愛她這個人 可是我有時候會覺得自己也會迷惘的地方說 我到底是愛她愛我的那個行為 還是真的愛她這個人 還是因為我不感情 我不知道 因為我被她劈腿了 我被她劈腿這件事情 也想我這三年的一個人生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 我跟她就算快兩年了 你也很痛苦欸 我覺得 我覺得問觀眾說 你覺得要怎麼辦好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更好 上訴聽完這些 你覺得呂先生要怎麼辦 該付嗎 到底 到底你付這個錢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因為你也會擔心 就你下一任女友會覺得 這件事情是對你來講 很扣分的一件事情 而且這女生自己也劈腿 你是不是有點猶豫要不要付 我確實很不甘心啊 我可以理解 我會覺得說他X的都分手了 然後你他X我都放手 讓你去跟另外那個男人 然後你還要繼續 趕我走 那房子是我的喔 其實在法律上所有的東西是我的喔 他只是覺得說 大部分人有口頭上的承諾 說房子 要給他一半這樣 賺了錢要給他一半 好我跟你講 口頭承諾在法律上也是生小的 只是要如何證明 你今天講出這句話 有口頭承諾 或是你打字說 我確實有口頭承諾 我跟妳講說 在寫跟妳講說 這輩子只愛妳 這個人也不會離開妳 那些還是單龍 妳懂 妳就反告他啊 你們這是不同一條 妳這個判的話他會贏 那妳可以去拿這條 靠他 只是妳不會 妳不會掙到那麼多錢而已啊 說 對吧 我該做我都做了啦 我只是自己正確的稱為一個男人 我後面的想法是這樣 不知道阿偉今天 他今天會提出這個要求 代表他對我還有很 他一定是心理不平衡 如果我今天做這個事情 可以稍微去彌補他 嗯 至少我不想要稱為他的仇人 畢竟 因為妳還愛他 妳才會這樣想 如果妳不外看更沒差 對 妳可以給如果妳有承諾過 但是我覺得妳未來 等妳這種感覺淡掉以後 妳會後悔 我覺得 不管後不後悔 我覺得現在就是我努力把自己變更好 好 我覺得妳很棒啊 妳都會畫悲憤為力量欸 除了感情撇開 妳是一個蠻棒的人 這樣感情我很爛的 我跟妳講 所以我 天才給妳這樣的樣貌 如果妳帥到的話 那還得了 哇靠 我沒有這樣講 我說妳有別的優點嗎 我沒有這樣講 我說妳有別的優點嗎 我沒有這樣講 我幫妳解答 我覺得 我覺得觀眾可以給妳一些意見 是妳現在到底 如果是妳的話 妳會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 大家來幫妳想一下 如果妳是旅先生的話 妳會把房子賣掉 然後把錢分給那女生嗎 妳看一下 看一看 在觀眾留言好不好 妳再來決定 反正妳也還在猶豫嗎 就是 其實跟她已經結束了 可是她 就是說她覺得 我還是她的嘛 她就是想說 我用金錢去補償她這樣 懂 可是這對妳的下女友來說 是超級扣分 就像我現在的資產 我未來養家會用到的錢 所以雖然我現在還沒遇到 未來的另一半 可是她現在也是在 累積她的資產 然後我們一起攻堅家庭 可是如果她中間 被一個女生掏空的話 等於她前面努力都白費 雖然說這是妳們兩個之間的債 可是我覺得 對後女友來講 這是超級扣分 如果妳要做 可能就不要讓後女友知道 我是這樣學的 那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 你們的意見 因為講實在 妳確實讓她拿了兩次小 妳的後女是怎樣 啊妳真的想知道 好 大家在底下留言 如果妳是女生 或是妳是男生 妳會怎麼做 來給我們呂先生一點意見 好 謝謝我們呂先生也謝謝大家 那如果喜歡你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別忘記追蹤我的IG 還有按讚我的FB唷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啦 掰掰 我喜歡你 一會兒